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是Felix 今天我們來試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Gelic的Program 手動啟掃刀 嗯,希望我沒有讀錯 Felix其實在之前沒有試過用這些手動啟掃刀 他是從有梳開始就用電動啟掃刀 是第一次就開始 電梳跑 電梳跑 頂盡都是用過酒店的手動啃 但這裡沒有,這裡要入電梳 所以這次我們就請Felix來試用這個剃掃刀 看看到底這些剃掃刀和電的剃掃刀有什麼不同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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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這個 不知道啊,感覺好像很厲害 你以為他是剃我的什麼? 是你的... 掃刀吧 我終於是剃掃了,因為他留了幾天啊 大哥,很辛苦,你知道嗎?你明白嗎?你明白嗎? 其實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呢?其實Felix本身的掃刀是非常少的 就是他想留掃刀是留不到的 就是他留完之後是地中海的掃刀 就說一下這個剃掃刀吧 這個剃掃刀呢,他是... Gillette 2015年推出的 然後這個刀片位呢,可以左右移動到24度 他聲稱這個功能是令你更加貼臉的 有人理解到,理解到 理解到? 理解到 是不是要男生才能理解到,因為我理解不到 因為我的掃刀刀也是類似的 哦,對哦,我的掃刀刀也是有點動的 這裡的掃刀片是Gillette史上最薄的掃刀片 這樣就可以減低鬍鬍鬍的拉斜感 你待會試用的時候,可以試一下到底 你感覺到那個鬍鬍的拉斜感 跟平時用剃刀刀的拉斜感有什麼分別 拉斜感就是... 哦!!! 就是這樣吧 就先看一下是否痛了 阿哈哈哈 五方幾頭方 其實Felix用電鬍刀的看法,都是看不乾淨的 所以我偶爾看到它下面那邊的鬍子特別長 我就會找個鉗拔走它的鬍子 所以我相信它十分明白什麼叫 活鬍子拉扯感 嘻嘻 那為什麼現在出了這麼多電鬍子炮 都依然會有人選擇用手動的鬍子炮 而不使用電鬍子炮呢? 你知不知為什麼? 你猜猜吧 不知道 我們這個神童鶴 其實手動的剃鬍子都會比鬍子炮更貼你的臉 更貼你的鬍子筋的地方 你剃的時候就更容易看得更乾淨 會比鬍子炮更貼臉更深層 還有第二個好處是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比電鬍子炮更少接觸你的臉 因為電鬍子炮就不斷旋轉 這樣對你的皮膚的傷害比較大 用手動的話就不會傷你的皮膚了 事不宜遲 我們正式開始試用這個剃鬍子 喂呀沒人想那麼近看你了 不是,那你拍到那些鬍子給別人看 是不是? 我和我那麼久... 不要動啊!不要吵啊! 其實我不懂用剃鬍子高 我懂用刀,但是不懂用高 是不是覆蓋在你的鬍子上面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還沒洗臉啊? 是不是先洗臉了? 最佳令到男人shut up的方法 你不要說話啊! 我呼吸不了啊! 你先去洗它吧 我發現應該要先洗臉 結果原來是找了兩個不懂剃鬍子的人 怕剃鬍子都的開箱 嗯... 你多一點啦! 我那麼少鬍子... 不關事的 不是多少鬍子的問題 是你面積的問題 哇!看起來好像正常很多啊! Hello! 陳伯! 哈哈哈! 哎呀! 我先去洗手吧 洗手好了!不要洗臉了! 洗臉在幹什麼啊! 哇!他碰到那件衣服也是啊! 你來吧! 幹什麼? 哦!我自己來啊? 還是要別人幫你剃鬍子嗎? 我很開心啊!我怕你剃鬍子,知道嗎? 我真是怕剃鬍子 我幫你剃下巴的吧! 剛剛我們補了那個妝 好像聖誕老人啦!! Y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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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Claus lichesquer 我聽有 suburbs的聲音很治癒 我不敢爛太大刺眼了 好了就這樣了 好害怕我還是 哈哈哈 你知道做屎狸那麼厲害 不會用到泡鬚架嗎? 到我啦 就要我剁啦 你面對外套外套 這道戲很多 好多嗎? 五啊五啊 好像很乾淨 是不是? 好像是 好啦 你去洗臉吧 剛剛Felix就洗完臉了 那經過我仔細的檢查 其實他的臉比他平時用電鬚跑的確是乾淨一點的 但其實還會有一點看得沒那麼乾淨的地方 尤其是這些位置 因為這些位置他很怕會剃傷自己 下巴的位置就比較乾淨 但還是有一兩條他剃不到的 喂 他有這個剃鬚障礙症 是不是好像我幫你剃的 欸 女生有剃鬚障礙症很平常 欸 你覺得怎樣?用下去的感覺 剃下去的時候真的沒什麼感覺 真的? 真的嗎? 你看到字字聲的我沒什麼感覺 有時候有一點點感覺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看的時候沒有感覺 你看到字字聲的時候 在剃的時候真的沒有感覺 大家記得剃鬚的時候 你感覺到很有感覺 真的在剃東西的時候 你都要小心 因為好像用酒店那些 我一剃下去馬上流血 真的流血 大家要走著 都是... 走著 不過酒店那些真的很難跟這些來對比 我覺得... 都是一個小小的提醒 你兩樣都用過 就是酒店和這些高級小小的 剃鬚刀你都用過 你覺得這兩種有什麼不同? 這個安全很多 可靠很多 用酒店會一下剃都不知道什麼事 還有這個很明顯的看得乾淨很多 我覺得啦 因為你用剃鬚刀的時候 你會更加小心更加仔細 所以你剃完效果 都一定比電掃跑乾淨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試用剃鬚膏... 不是 剃鬚刀 咦? 以上就是我們今次試用這個 Gelette ProGlide 無感手動剃鬚刀的用後感 還有過程 那父親節就快到了 如果大家想買一個給自己的爸爸試一下的話 我在下面會放一條購買的連結 其實這種剃鬚刀在網上買都非常方便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按進去看看 現在快到了父親節的關係 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還有我會放回剛剛所說的Gelette官網 如果大家對於剃鬚刀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想知道的話 或者什麼特別的資訊想知道的話 可以上我們官網看會更加專業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啦 那麼多位小笨蛋 拜拜 舒服啊我想說 摸起來 你平時乾滑了很多啊 好摸啊怎麼辦 快要好摸過你的肥仔男 真的好好摸啊 真的好摸 真的好摸很多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麼滑的呢 你不覺得自己好摸了嗎 好摸摸一個 快點摸吧 謝謝大家